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兄 说个笑话吧 不然 唱之歌 还是说个故事好了 上次说到哪了 红二上了月宫 听好了 月宫月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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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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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什么月宫月宫的 故事啊 红二到了月宫 遇到两个人 一个姓月一个姓宫 姓宫的是个月师 姓月的 阿兄讲的笑话最好 阿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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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都说 头狼指挥狼群作战 可我看它 都只是站在那儿干瞪眼 也不能这么说 头狼是狼群的精神象征 它只要往那儿一站 狼群就会奋勇作战 就像是博生将军和文殊将军嘛 是啊 这笔是最好的 但这笔是一簧 阿兄 我还是有点在意 在意呀 好 我们稍后在意 阿兄 别担心 咱们去抓这浮鬼就走 清晰的 也不知道有没有妖魔藏在里面 说不准 小心为啥 要是有妖魔的话怎么办 怎么办 有你阿兄在啊 以être没戎 寒险 你说 你的 我 那 し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阿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平常阿兄教得好 原来有我一份功劳啊 阿兄总是说些红儿啊 长安啊什么的故事 听得我都会编故事了 话说那一日 少年子叙走在长安东市 误入了隐藏在其中的天赋地在镇 镇中一十六根天赋地在石柱端是厉害 子叙左冲右突竟深深被困在镇中 逃生无门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 祥儿 别光顾着编故事了 也帮忙看看怎么破这个大镇吧 唉 我不懂阵法啊 正当子叙一筹莫展之际 红儿偏偏来道 红儿他一袭红衣 英姿洒爽 有道是 唉 有道是什么来着 有道是面若降桃 眉丝柳 人有美誉 淳如酒 所言极是 红儿他深谙机关之术 又擅长钉甲镇术 只见他轻轻一笑 举手投足间就起开镇法 带子叙逃出东室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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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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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